美国国会旗下的委员会周日在年度报告中 建议国会应该要修改武器出口法规 将台湾升级为北约Plus等级的军事待遇 另外也提议设立台湾盟友基金 为台湾的邦交国提供援助 美国国会旗下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 19号提出年度报告 内容包括美中经贸关系与安全关系 以及台湾和香港等议题 总共高达700多页 在台湾方面的议题上 委员会建议国会修改武器出口的法规 将台湾升级为北约Plus等级的待遇 以降低对台军售的审查门槛 另外报告也提议国会设立一个基金 为台湾的邦交国提供援助 一个国家每年最高可以获得拨款总额的百分之十五 而那些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会立即失去资格 川普即将在明年一月就任美国总统 共和党也拿下参众两月 形成完全执政的局面 在美中激烈对抗的背景下 接下来国会将如格协助台湾 为己持续关注 新唐人也在电视林家伟李一红 综合报道